哈囉大家好我是考氣了 相信大家也看到前面這一台 就是所謂的 ROG 敗家之眼 那今天來開箱的筆電呢 是 ROG 在今年剛推出的 Xenvers M46 我手邊的這一台它的規格是 i9-11900H 還有搭配上 RTS 3070 我們就事不宜遲馬上來開箱吧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的膠頭給割開來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裡面的 我其實看不到裡面的包包 它這裡面有一個包包 這個 ROG 的包包 這是背面 然後這裡是正面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ROG 字樣 接下來就拿出本體的筆電啦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只有一個 ROG 跟它之前西風之神的系列一樣 這裡是斜切的一個設計 讓這個大箱子先擺到旁邊 好 接下來我們就 來開這台筆電啦 然後像大家都看到它這裡就直接是 跑出來的狀態 看不清楚嗎 再讓你們看一次 仔細看筆電的部分 它有慢慢的往上 跑起來 好 那 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 ROG ZENFERS M16 的本體啦 看看它筆電盒裡面附了哪些東西 派家之眼的浮妖 裡面 是 使用說明書 這個應該也是使用說明書 對 兩本使用說明書 這一個是 它所送的滑鼠 先把它擺回去 至於它的充電器呢 好 這個充電器實在是蠻漂亮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這邊看起來總共是 它是給 240瓦充電器 所以可見這一台也是一個 吃電的小怪獸 這筆電的盒子除了裡面還有一個 充電器的延伸之外 就 沒了 那整體來講 保居它這次的盒子的整體設計 還是跟之前一樣都是屬於非常漂亮的那一型 就是打開來 現在筆電會這樣自然突出 這筆電拿起來是不怎麼重 從它官網上數據來看是在2公斤以內 再搭配上這個240瓦充電器之後 整體的重量就會比較重一點點 我兩隻手拿會感覺到有點重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在 外面使用的話 可能就使用行動電源 來去進行充電因為它的 有個Type-C是有支援PD充電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 直接來看這筆電的外觀吧 我們就開始把 這個塑膠膜給拆開吧 M16採用的是全鋁的機身 然後在A面的部分 延續了之前 西風之神 一貫的 設計風格 就是這裡有一條斜線 然後同時有一側 也就是 翻開筆電的上半部 會有大概8000多的孔 它不像G14一樣可以讓你自定義 像是 跑馬燈 之類的特殊效果 但是相對的 它反而在孔底面加入一些 磨料 讓它在不同的燈光 還有角度下 能夠有不同的 顏色的產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以這一點來看 M16其實它是屬於一個 很低調的美 如果你想要讓大家知道你買的是 是ROG的產品 它從濕 這裡是 畫面中的 左下角 也有一個ROG的Logo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 翻開的B面吧 掀開筆電就可以發現 M16依然沿用華碩筆電 常搭配的 ERGOLIFT轉軸設計 一方面增加機器量 另一方面 可以提供更舒適的打字角度 接著看到B面 M16的螢幕為有著165Hz更新率 和2560x1600解析度的16吋螢幕 亮度為500尼特 最讓人驚艷的是螢幕比例來到了16比10 並且採用窄邊框設計 讓螢幕占比達到了94% 雖然是窄邊框 但保留了HD視訊鏡頭 一旁還有陣列麥克風 麥克風同時有了三種設置 讓使用者不論是在實況 或是視訊會議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調整 此外 M16的螢幕涵蓋了100%的DCI-P3色域 這螢幕看起來是真的很爽快 然後看到C面 鍵盤部分採用全尺寸鍵盤 使用單區RGB背光配置 可透過內建的ROG Armored Crate 應用程式 來改變背光顏色 按鍵具備1.7mm的漸層 打字的手感是較為輕彈和軟的 而在左上方也配置4個快捷鍵 可以快速調整音量 切換麥克風 以及啟動Almored Crate 應用程式 而右側的開機鍵 則整合指紋辨識的功能 下方手上放置處 有塗上塗料 可以讓油漬比較不容易沾附上去 接著來看到地面 地面是可以直接看到風扇的 而這次的散熱模組 使用了6組散熱管來壓住i9和3070這兩隻噴火龍 M16也使用液態金屬來幫助CPU導熱降溫 客製化自己也是2.0散熱模組 也可以清除灰塵以達長期的穩定性 至於在IO的部分 左側的IO提供了一個電源 一個HDMI 一個RJ45 一個Type-A USB 3.2 Gen2 一個支援Soundable Forge 協定的Type-C 一個支援DP跟PD充電的USB 3.2 Gen2 Type-C 跟一個3.5mm的音源孔 右側的IO則給的相對的少很多 只給了一個USB 3.2 Gen1 Type-A 跟一個MicroSD孔 還有一個防盜索 然後我們就進入實測吧 這次使用的是MikuMikuDance來輸出3D動畫 以及使用Adobe Premiere Pro 來把MikuMikuDance輸出的AVI檔 以H.264編碼方式轉成MP4檔 在輸出動畫部分 1080p 60fps 在沒有使用RedCast渲染的狀態下總共花了15分36秒 1080p 60fps在有使用RedCast渲染的狀態下 則花了17分03秒 2K 60fps 無渲染則花了27分28秒 有渲染的部分則是花了29分57秒 以及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打更新不對勁 輸出的2K 120幀 則比較久 花了54分37秒 在連續輸出的負載之下 CPU最高來到72度 GPU最高來到53度 這樣看來M16在壓制這兩隻噴火龍的能力其實是不錯的 而使用Adobe Premiere Pro 開始Cuda加速 將EVI檔 以H.264編碼轉成MP4檔 只花了9分12秒 在影片的轉檔和輸出上也是毫不遜色的 好那剛剛好玩我們平常有在用的 就是MD的3D動畫輸出 還有把FAMILI PRO把我們MD 輸出的那40幾GB 直接壓縮成200多MB的 影片裡面 其實 它的效能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在動畫輸出方面其實都有壓在30分鐘以內 然後在 影片的壓縮 都也是在10分鐘內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它在 整體的效能表現上是 非常的好 但其實這有幾個小缺點 就是在用的時候有發現到 就是第一個就是它這個鍵盤 沒有函數字鍵的 它這鍵盤就沒有函數字鍵 所以導致說你不論是在輸入密碼 或是你要打數據等等的時候 其實都會造成一定的小困擾 還有第二個就是 它的充電的位置 充電的位置呢 很尷尬的點就是 這是充電筒 那 你插在這邊的時候 如果你的線 是這樣子擺 你的線會直接被熱風給吹到 但如果你往另一個方向擺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去使用到HDMI 或者是RJ45網路線的這些 功能了 所以 你比較唯一能用的就是把它直立起來 但直立起來又有一點點小難用 還有就是它USB的孔 做得非常的緊 所以你在 插入USB 或者像是這種 外接硬碟USB的時候 你要花很大的力氣 像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說你是不是插錯邊 但其實沒有它只是做比較緊 還有接下來就是 它的出風口 在它出風口的位置 這一塊是直接吹著螢幕的 所以我覺得長期下來可能會對螢幕造成一些影響 還有就是它這個 指示燈 不知道大家這邊有辦法看到 它這個指示燈 是直接 打在螢幕上面的 所以雖然說在 比較亮的狀況下 你是沒有感覺 但如果你移到比較 燈光昏暗或者是 無燈的環境下 那麼 你就會造成 視覺上的影響 好那 確定講來講一下優點吧 第一個是它相對輕鬆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還有它又保留了 RJ45的網控 那對於像是 我們學校 在宿舍裡面是沒有配備WiFi的狀況下 RJ45的網路線 應該說RJ45的網孔就會是你唯一的舊心 要不然你就得用手機的網路了 還有就是它有提供 Sounderboard跟PD充電 所以我是覺得它整體在 擴充上是給的還不錯 雖然說 它的USD Type-A給的有點少 但是Sounderboard可以擴充很多東西 所以 影響可能沒那麼大 我只覺得如果 你的錢夠 我是蠻推薦這一台的啦 那如果你錢不夠的話呢 用你現在那一台也是不錯的 好 那這是這次開箱 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